天亮生活每一面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十月十五号 星期五的火力加油站 大家好 我是郑文斌 你好 我是靳川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有关我们节目的消息 可以到我们的姐妹平台 也就是城内醉黑豹 秀文以及花啦啦好看头的 每天都会有专题报道 跟你一起来讨论我们节目的话题 是的 没错 那我相信可能大家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这个疫情的笼罩底下 包括这个旅游业者 还有甚至我们心底 可能被关得太久了 心里突然想要好想飞 好想要去旅游 所以靳川怎么来看这个旅游泡泡呢 其实我是乐于见到 首相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布 只是说自己内心 还是会挣扎一下 是要现在去旅游吗 还是再观望一下呢 不过9月16号起呢 其实国人就可以到 佛罗交易去旅游了嘛 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旅游泡泡计划 我们也今天来讨论一下 到底它的成功在什么地方 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改善的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大主题 我国疫情在这一年多来反反复复 期间更因为第三波的来袭 而促使政府落实跨州禁令 长达9个月之久 民众被迫长期待在家 有的民众甚至是足不出户 但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的提升 及病例的下降 政府在9月16日 重新对游客开放佛罗交易 以作为旅游泡泡计划的 首个试点 开放当日 佛罗交易就迎来 约数千名的游客登岛 然而在当地旅游业 出现曙光之际 却也出现冠病确诊病例 这难免让民众 对日后的疫情趋势感到担忧 究竟旅游泡泡对于经济复苏 影响有多深 报复性旅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的活力加油站 请来了专家们和你一同探究 的确 9月16号佛罗交易开放过后 其实给我们的旅游业者 打了一记强心针 而且也让这个政府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是可行的 不过也没有等到说 其他的旅游景点开放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但是我们的首相 或者我们的政府 是言出必行的 就说到如果成年人口的接种率 达到百分之九十或以上 就会开放让大家跨州 那同时也让大家到各州去旅游了 是 没错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包括 可是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朋友说 他们就去了这个佛罗交易嘛 那邻近的隔壁就是这个冰岛 那很多人其实也是冰岛 也突然呈现了非常蜂拥很多的人 而且据说冰岛 我朋友告诉我的 就好像有一间那个酒店 因为这样子这个人数暴涨 然后也造成了一些 这个群聚的情况 而导致这个感染的人数 就又再次盘船 当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开放 大家的心理的接受度都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 我憋了那么久 我可以去旅游 有些人觉得我要观望一下 那今天我们两位嘉宾 怎么看这个开放旅游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 我们首先请出的就是 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蓝志峰 蓝主编 蓝主编 你好 靖川你好 文彬你好 你好 那再来请出第二位嘉宾 就是我们的临床心理师 他就是林卉山博士 来 林博士你好 首先我们来先聊一聊吧 到底什么是旅游泡泡呢 好 旅游泡泡它最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大家在一个安全 而那个安全就用泡泡的方式来形容 因为从2020年初开始 新冠疫情爆发那么许多国家 为了要防止疫情扩散 纷纷就把自己锁起来 那么锁了太久 超过一年之后呢 疫情地它受到某种程度的这个控制 因为有了疫苗 所以疫苗是非常关键的 有了疫苗之后 疫情受到控制之后 就逐步要开放经济 而对旅游业来说呢 因为旅游业它能够带动其他周边的这些行业 比如说餐饮业、航空业、运输业、导游业 跟其他的这些相关的领域 所以来到2021年今年的时候 世界上多个国家不仅仅是马来西亚 其他国家也开始有了这个旅游泡泡的概念 比如说之前的有澳洲跟纽西兰 然后泰国的这个普吉岛 那么来到9月16号 就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旅游泡泡 佛罗教育 它是要让民众能够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之下 就是大家活在或者是在一个安全的泡泡底下 能够自由地走动互通有无 它就是这一个概念的 那林博士你怎么看 当政府宣布9月16号 有这个佛罗教育的旅游泡泡的时候 你观察到人们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 博士 原本的心理状态呢在还没有开放之前 大家可能都还是很忐忑的 还是很担心说 到底开放这个政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很多时候他们也可能会很担心说 如果万一开放更多感染 是不是大家要悲观更久 所以其实是很多矛盾的心态在的 那这个矛盾是不是或多或少是说 可能对于政策啊 还有很多的疑虑啊 跟不确定性啊 甚至是怀疑的这种心理呢 是 因为我刚开始他们一宣布 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达到90%的 那个成人的那个疫苗的那个接种率 然后也包括说小孩跟青少年 青少年也只是刚开始才有的打 所以也还是很多人 其实是属于比较弱的群体 是还没有机会能够被施打疫苗的 所以就变成这个就造成了很多的担忧 所以我相信旅游业者的心理 在开放前也有很多的担心矛盾 甚至很失望说 为什么政府还是不要开放 他们可能可以愿意接少一点的旅客 但是政府还是不愿意开放 然后他们就会担心说 他们的生意到底能支持多久 所以有很多的恐惧跟失望在 而开放之后呢 当然他们很兴奋 他们可以开始重归他们的营业 然后当然优录的程序也是在的 万一又再有人被感染 不只是他们的顾客 他们自己本身员工 然后很多的矛盾也会在 可是当然如果已经开放了 他们也是要去安排 所以就会有那种既来之则 暗之的那种心态 想要去希望说整个安排会比较顺利 希望不会太多人受到感染 然后又要暂停这个计划等等 对 所以我觉得心理上 对于这个疫情的这种来来回回 因为毕竟现在的疫情 它还不是完完全全的清零 所以可能或多或少 我们的心理其实还是存有一定的矛盾的 那在这里想要请问蓝主编 那其实我们在看其他国 国外的话好比说泰国 那泰国的普吉岛在7月份就已经开放了 但目前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会不会担心说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如果真的开放了 那未来会不会感染人数又再激增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相信大家都必须要认识以及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让疫情清零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包括政府多次强调说我们已经 从疫情变成疫情 从大流行变成地方流行 所以我们长时间 至少我看要有两年的时间内 我们要跟病毒一起共存 所谓共存的话 就是这个病毒不会拿我们的命 但是会要我们的半条命 所以要我们半条命的话 就是说你接种疫苗之后 这个染病致死率会降到非常非常低 他不是说不会但是很低很低 但是他半条命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确诊的话你就要隔离 跟你有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 所以他是很麻烦的一个疾病 他不会拿掉我们的命 但是会弄到我们大家 或者是跟身边有接触者是很麻烦 所以这一个麻烦 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以及心理见证说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不幸确诊 或者是我们身边亲近的人不幸确诊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陪着他们一起拿隔离的 要被隔离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已经不再是过去当 比如说去年当疫情高峰期的时候 当时大家的担忧就是 你要吗就病死 要吗就饿死 你在生计以及生活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但是现在疫苗接种率已经提高之后 这个病死的优历已经降到很低了 而现在民众担心了会不会饿死 之前还处在病死跟饿死之间两者选齐 但是现在人民更关注的就是饿死而不是病死 因为有了疫苗的价值 所以这一点是去年到今年很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疫苗接种率提高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大家真的必须要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短期之内可能两年之内 我们出门还是要戴口罩 还是要照顾个人卫生 所以这个暂时是没有办法躲避的 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日常生活经济活动 它必须要逐步回复到之前疫情前的情况了 谢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与病毒共存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了 接下来也问问这个林博士 刚刚有提到就是留业者的一些心态 那旅游的人或者说一般民众的心态又是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是从游客的心态来看的话 我觉得有很大部分是属于那种 所谓的暴富性的一种旅游 他们因为被憋太久了 然后很多时候很多人也因为整个这个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的压力 尤其是被关在家里 被迫要跟以往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相处的一些家人等等 这些相处 其实是反而造成一些人有更多的压力的 所以他们会用这种旅游的方式来舒缓自己的压力 然后也包括说这也是一种奖励的心态 觉得自己被关了很久了 旅游是一个奖励自己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愿意去旅游 虽然那个风险还是很高的 当然也有所谓的乐观偏见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说自己是很幸运的 自己是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会治病的 不会被误毒感染的 所以这种乐观偏见也导致到他们没有办法很 很安全的去评估那个风险 他们会觉得说自己是不会被感染的 然后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很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模式 因为现在大家因为被疫情的关系 很多时候都已经影响了很多生活 本来很正常的一些事情 比方说我们出门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可是现在我们却被逼要戴口罩 甚至还有的人还会在想 是不是需要再加一个面罩 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干扰的 所以很多人会希望可以去旅行 因为希望说旅行本来是他们一个生活上很常见的一部分 现在就变成没有办法做 所以当一开放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会有这一种的 包袱性的旅游的心态 其实从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的照片 当时候佛罗礁一开放的时候 就连其他的这些地方不开放旅游景点 也很多人涌去那边 比如说海边 在这个雪兰河州附近的海边等等 都看到很多人去报复性的旅游 那报复性的消费 所以其实我在这个shopping mall 就是购物中心也看得到 大家都排队买一些比较贵的商品 那忘了问两位 其实你们两个 有没有去参加佛罗礁一的旅游泡泡计划呢 林博士有没有参加 我本身没有参加 但是其实我可以从他们的那种 包袱性的旅游的心态 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有一种奖励的模式在的 比方说我关了很久了 我已经很守我的行为了 所以我其实是应该要得到一个奖励 所以他们就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奖励自己 当然也有包括所谓的缺乏和满足的心态 因为他们被关了很久 本来一个很习惯的东西就是说他们 每年可能至少有一次国外旅行 然后在本地旅行可能也是一年里面会有几次的 但是现在都完全不能做 当你缺乏了那样东西很久 你就会很急迫的当能做的时候 你就会去满足它 所以你就会过分的消费 然后当然也包括说 因为现在的疫苗很普及了 马来西亚已经超过90% 在成人的那个疫苗方面 然后疫情似乎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高的那个病率 然后当然有些人 虽然说我知道说最近也有很多新闻说 马来西亚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而破产 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人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减少了很多开销 比如说他不需要再驾车去公司上班 然后等等 变成他们以前他们也有存的一些钱 是要去国外旅行的 但是因为疫情而被逼取消 所以他们的弹药 他们的金钱存了很久 所以当他们不可以消费的时候 他们会把全部的钱都愿意花出来 因为他们把这个看成是一种 让他们可以抒压 他们可以真的是能够有一个正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去做这种包袱性的消费 或者是旅游 对 我觉得这种心理心态的话 感觉上就是好像我们突然觉得心情不好 想要吃甜食的那种感觉 想要奖励一下自己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想要请问就是我们的蓝主编 那在这个过程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又政府 虽然会有拟定一些特定的SOP 但是会不会你担心 现在又可以跨州了吗 那里头的这些隐忧 会不会是可能 之后我们会很怕甜了之后 这个苦又来了呢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只要跨州禁令一开放 10月11日开始 那么大家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确诊的人数会增加 只不过它的确诊人数 会不会处在政府或者是卫生部可管理 或者是预期之内 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地方流行 它已经变成了endemic 所以它不可能会清零的 再加上有Delta这个快速传染的变异毒株 在盛行的话呢 它肯定会是增加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说大家必须要认清 只不过不要过度惊慌 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安全措施还是要做主 所以它不太可能会维持开放了之后 还会维持原本的这种情况 它应该会有一点的这个上升 那么如果我们看回去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新加坡的疫情趋向稳定之后 新加坡政府并没有逐步开放 反而有更多的限制条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新加坡知道说如果快速开放的话 就算是疫情稳定快速开放的话 那个病例会重新再回来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顺便提一提 新加坡它是被自己过去截出的历史给困住了 就是新加坡是抗疫的模范生 把疫情降到最低 它也是少数亚洲最先买到疫苗 以及为国人打疫苗的这个国家 但是新加坡的疫情也出现反复的情况 新加坡其实是一个相当容易管理 因为它是一个城市国家 疫情一个城市国家 一个先进国 疫情都会出现反复的情况 更何况马来西亚 我们的城乡之间的这个差距 然后不同州属之间的人流的这个数量会增加 所以它必然会导致疫情增加 只不过它是处在可控制 以及卫生部能够应付的这个范畴之内 这一点很重要 不可以因为疫情的上升导致 卫生部的压力又再回到来 那么这个会加重医药的负担 医药领域的负担 好 再回来说这个佛罗教育的旅游泡泡计划 你怎么评价这个计划呢 因为之前看到很多报道 很多的部长都说这个计划很成功 这个计划为当地的旅游业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甚至是带来一些收入等等 也要成为一个可以说是模范 或者学习的一个模式 让其他的这个州属的旅游景点也能够开放 你怎么样评价这个旅游泡泡呢 佛罗教育这个旅游泡泡 就从两点来看吧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第一 当地的旅游经济有没有被复苏 第二 确诊病例有没有被增加 这两个是最直接的衡量标准 那么看回去这个 从9月16号开始的这个旅游泡泡 根据媒体的报导 业者是非常期待 而且业者也从这一些游客当中 消费当中 赚取到一点的这个收入 所以从经济 从旅游收入的角度来看 他是成功的 只不过他的这个平均游客的消费 没有像之前这么高 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 但至少游客有去那边消费 第二点就是确诊病例有没有增加 答案是有的 不过这个有呢 是处在可控的范围内 然后没有增加当地福洛教育 以及极打的医疗负担 所以整体来说 如果是打分的话呢 我会认为他是70分 还不至于到80分或90分 那么如果要80、90分的话呢 就是第一 这个确诊病例更加少 第二呢就是当地每一位游客 在当地的平均消费 要回到之前 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准 那么现在还没有回到那个水准 谢谢 对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 去进行这个旅游的情况 其实还是要特定的遵守一定的SOP 好比如说可能自己要自行 做这个筛查还是等等的 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为自己以及他人负上一份责任 好那我们先暂时打住一下 稍后回来呢我们再请 我们的蓝主编以及我们的林博士 来跟我们聊 今天我们活力交战呢 谈到这个旅游业逐渐开放 你怎么想呢 线上依然是有我们两位嘉宾 时事评论员蓝志峰蓝主编 还有就是我们的林慧山博士 刚刚其实志峰有提到 我们的这个佛罗胶与旅游泡泡计划呢 你给了70分 那还有30分 你觉得哪一方面还需要做好呢 是不是这个SOP还有一些漏洞呢 我觉得说SOP已经是到位了 只不过民众在遵守度方面 可能就会经常忘记 因为旅游嘛 旅游是很开心的 那么在开心的过程当中 可能一些细节上就会忽略 这个坦白说也是人之常心嘛 因为被关了这么久 突然之间好像是放肩这样 那么可能有一些东西会忽略掉 这一个是人之常情 同时也会发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旅游业者就要不断的苦口婆心 长期也好 不耐反应都好 都要提醒游客 你们必须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 所以这个是要让大家熟悉 在疫情之下旅游的新常态 而这一点我觉得说 SOB方面整体上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民众的遵守度而已 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另外就是平均游客的消费 那么因为还是在疫情之下 可能一些旅游项目就没有办法去像之前这样去进行 比如说一些群聚的地方或者是一些高风险的活动 就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这导致游客的平均消费降低 那么一降低就意味着 旅游业者的收入就会减少 而这一点是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除非旅游业者能够想到一些很创意的方式 比如说通过其他的旅游产品 或者是一些纪念品来让游客增加他们消费 或者是刺激他们的消费 比如说住宿方面或者是餐饮方面提升 改变一点点 让这些游客有宾至如归 认为说我花多一点钱但是我值得 这个就要靠旅游业者的创意的思维了 谢谢 了解 那在这里想要请教我们的林博士 那林博士你怎么看 就是如果可以跨州之后 其实基本上我们人民的心态会是怎么样的 就是非常期盼可以回乡的 可以看望附魔还是怎么样的那种心态 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从两种心态来看 主要在跨州之后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洞穴综合症 所谓的洞穴综合症 其实这个词是在疫情之后才开始有的一个名词 它其实是说当我们被关了很久之后 我们依然有很害怕离开洞穴的那种念头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洞穴 我们的家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依然有很多的恐惧 想要继续选择的待在家 然后尽量避免跟任何人接触 甚至有时候我会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 会很光荣的跟大家说 我其实已经有多久多久没有出过门了 我出门最多只是为了要购物 或者是一些很需要出去的一些原因 所以我才出门 所以会有这种洞穴综合症 然后其实这种情况如果在疫情越来越缓和的时候 大型态的话其实是可能会有一些病态的情况存在的 当然另外一种心态就是大家很希望可以回归正常 就会有所谓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出游 希望可以用这个机会至少能够探望自己的家人 很多时候人家不会觉得说 跨州之后的意思是说大家可以去旅游 其实大家只是想去探望很久没有见的家人 当然旅游也有一种可以抒压的那种心态 所以大家也很希望可以去做 当然也有很多那种雀跃但是又很担心的那种心态 所以可能很多人我相信他们会选择去的一些地方等等 他们都会再三十两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去一些比较开放的地方 会选择一些封闭的地方 其实在很多数据上我们也看到说 比较多人会希望去一些比较大自然的环境 多或是去城市之类的那些环境 因为我们之前被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等等 都是比较城市化的一些地方 但是那些大自然的地方是我们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的 所以这个也是跨州之后大家会选的一些场景 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报导 就是可能他们回乡了两兄弟相拥 还是一些由子见到父母的那种画面 其实都令得非常非常感动 是 但也要非常担心 就是要很小心地去处理 不要让这个病毒有机可乘 关于这个十月十一号开始开放这个跨州 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蓝主辩你怎么看呢 是基于政治的考量还是经济 还是我们人民的生理健康的这个数字去考量呢 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 第一当然是因为人民关太久 有经济必须要复苏 要有经济活动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让民众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第二就是政治的这个考量 政治的考量它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它还是回到民众想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那么在政治方面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希望这个政治 能够在疫情之下把它给降温 那么要如何降温呢 就是要让民众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因为如果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话 民众就有很多的时间 就会去进行政治八卦的东西 然后A派跟B派之间 就有很多这些权斗的这个动作 但至少在开放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看到的就是朝野双方 不管是政府还是反对党还是西蒙 还是其他的这些政党人士 普遍上都认同以及支持 说政府应该要逐步开放的 只不过开放的尺度有多大而已 大家都认同开放 然后那个尺度有不同的看法 整体上来说政府所做的决定 并没有面对太大的阻力跟反弹 但是虽然说大家都认同这样子的 一个开放跨州 只不过我们的政治人物包括说 卫生部长凯里还有卫生总监 都纷纷在他们的社交媒体说 哎呀 其实很担心 你觉得这样子释放出一个 怎么样的信息呢 它是释放出警惕的讯息 而且这个警惕是每一个时段都需要的 而且这个警惕不能够一直用回老一套 它必须要有不同的方式来刺激民众 来提醒民众说 第一 你们要自律 第二 你们要有责任感 第三 你们要有同理心 那么我觉得说 自律 责任感 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所谓的自律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去遵守 政府定下来的这些条例 同时自己要有效率 很重要 第二呢 责任心 责任心的话就必须要对自己的所做 所为负责任 因为如果没有遵守这些条例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身边的这个家人 那么家人如果不幸被感染的话 他们就会怪你 为什么你没有尽责 那么第三呢 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我觉得说 现在是社会上比较缺乏的 那么为什么需要同理心呢 就是在疫情之下或者是后疫情期间 很多事情的做法规则都出现了变化 那么在变化的过程 可能人民是不习惯 不习惯的时候就会发忙张 就会不耐烦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牢骚 那么在家上观太久 心里某一些人 某一些人心里可能出现被扭曲的情况 那么脾气就会来 那么脾气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跟对方 或者是跟身旁的人有摩擦 有冲突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同理心 大家就稍微冷静下来 然后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 明白说为什么会有这些安排 那么这些安排可能会带来一些的不方便 或者是增加我们的这些成本 比如说要回家之前先做检测 那么从家乡回来 要进入办公室也做筛材 所以这一些东西大家都需要同理心 包括老板跟职员 那么职员跟公司之间也要有这个同理心 知道说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困境 那么同时我也理解你的这个困难 然后大家就互相理解 互相帮忙 所以自律责任跟同理心是后疫情时代非常重要的 不仅仅是在旅游业当中 也包括我们日常的待人处事 是 那刚才有提到这份同理心 那也包括说其实就是发出了一种警惕的一种信号 那在这里想要请教我们的林博士 那林博士其实我们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在这一两年里头 我们都听到这个SOP 大家就会想到有一种抗疫疲劳了 那会不会久而久之 其实大家又会对这个SOP开始会有点反感 那其实那个心理上应该要怎么调整呢 就好像刚才你有所说到的 就可能我们想要去大自然看看山 看水 想要看看自然的比较一些 让我们的心境平衡 那如果对于这个抗疫疲劳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抗疫疲劳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更加小心的 因为其实抗疫疲劳会导致到更多人更想要去旅游 尤其是一些还没有患过任何病的 就是在整个这个两年多的期间 都没有任何患病的 然后也包括说有一些 有避烦躁症候群的一些人 就是因为他们被关太久了 他们觉得整个被关的情况 让他们很烦躁 他们就会更想要旅行 然后也有一些很压力的人 他们也会想要透过旅行来抒压 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他们孩子 从这个疫情开始就没有办法接触外界 所以他们也会希望说透过这个机会 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外界 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很重要的看到 当有这个抗疫疲劳的时候 我们依然要做好更多的那个防疫的措施 当然就好像以前 在911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前 我们上飞机是不需要去检查 我们带的那个液体的东西 是不是100毫升的那个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 每次我们上飞机 这些东西都会被检查的 如果你有带液体的东西 你需要去扔掉等等 同样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也影响了我们很多的生活作息 我相信以后戴面罩 或者是戴口罩这个东西 可能还是会成为一个常态 当然我们也要习惯这个类似的常态 我们也要尊重其他人的一些选择 不理那个人是选择要去抗疫疲劳了 他要去旅行 或者是他选择说他还要继续的待在家 我相信这个都是他个人的选择 我们应该要尊重 当然也要让他们明白 或者是了解 也要怎么样去降低那个风险 然后比方说 我们可以在一些场合 不要觉得说我们会很侥幸 跟我们的公司的员工 一起上班的时候 觉得他是我的同事 他应该是健康的 然后就没有戴口罩 然后当然跟家人见面的时候 也要很小心 不要觉得说因为他是我的家人 所以我反而可以不需要戴口罩等等的 然后也是适当的去调节自己担忧的心情 因为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 也说到了这个疫情已经逐渐变成一个 endemic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一直抱着这种 一直很担心一直很辛苦的那种形态的去活下去 因为这种会造成很多的负担 然后我们也要调解一下我们的优先次序 知道说怎么样才可以安排好我们的主要的东西 比方说现在跨州可以了 最主要的东西可能只是去探望你的家人 而不是借这个机会去不同的地方要玩 或者是见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这些都会提高那个风险 所以我们可能要选哪一个才是首要的去做的 哪一些可能可以再缓和一点 等待一下才来才去做的 那开放跨州好几天了 蓝主编你观察到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会不会真的有一些人他们浑水摸鱼或者冒充 因为有一些人真的还没有打这个疫苗 因为政府规定是说打了两剂疫苗才能够跨州 但是有一些人会不会冒充自己也打了疫苗 因为毕竟现在路障也没有了 你怎么看呢 会出现这一些人的 那么就算是之前执法非常严厉的时候 也有不少人冒充或者是冒用miti的这个性 冒恐怖的性 或者是伪造这个疫苗证书之类的 这个肯定会出现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么现在关键是如何让民众知道 自律责任跟这个同理性 当然这个讲的时候是很容易 但是要来到实行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教育的工程 那么就趁着这个疫情 让我们知道自律跟责任的重要性 当然如果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大家都觉得我已经是侥幸过关了 如果它是真的发生状况的话 那么这一些怀有侥幸心理的朋友 他们就要付出可能很大的代价 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人总会存有侥幸的心态 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就是人性 林博士最后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民众说呢 我觉得说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机会 能够缓和自己的情绪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尽量小心的 因为健康还是自己的 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好那个保护措施 任何人来遭踏我们的健康 这个也是一个风险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同时平衡这两块东西 让我们能够更加预备地去面对 这个新的一个时代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的精辟的点评还有分析 还有林博士给我们的这一方面 心理上的建议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最后呢当然我们也要就是再次的提醒 所有的朋友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 应该很多人都会回家乡 毕竟下星期二呢就是公共假期 很多人都已经是安排好要回家乡 回家乡 大家还是要遵守SOP 时刻戴上口罩 对 还有自己要进行这个赛查的部分 就是要履行我们这个公民的责任 刚才我们蓝主不告诉我们的同理心 责任心 对不对 还有这个自律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继续守着火力加油站 那来到这一节呢 我们想通过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来触发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旅游业的确是带给我们国人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收入 那毕竟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很多旅游业者都受到了很重的这个创伤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他们听说 马上就可以恢复整个旅游业的时候 那其实呢整个经济的这个带动 肯定也会马上的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起伏 是的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马上的请教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 他就是华总经济研究委员李世强 Kelvin 你好 是 两位好 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好 是 刚刚其实Jan说到一个重点 旅游业呢是每一个国家的主要收入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我们这边呢有非常多的这些旅游景点 都能够吸引很多的外国游客 甚至是本地的游客去旅游 那你怎么看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业 对于国家经济的贡献 其实整个旅游业是对国家的经济 有很大的贡献 尤其是在就是发展中的国家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就是以一个服务业 为主导的一个产业嘛 所以它的旅游业 旅游业在这边的贡献是蛮大的 如果你看我们国家的那个GDP的话 就是我们旅游业是 是那个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三大贡献领域 如果你看在2019年的话 它是占了15.9%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 是2405亿令吉 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把2405 然后再加后面再加8个零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 然后同时呢 其实有23.1%的就业人口 是在这个旅游业里面就是工作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旅游业如果不能启动的话 就是先立法动全身 就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相对的低迷 然后我们也知道嘛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旅游业是停摆的 现在是恢复了那个国内的旅游了 因为可以跨中了吧 但是那个入境的旅游 还是没有办法去进行 但是偏偏入境旅游 就是我们的最大收入来源 对不对 尤其是中国游客 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游客来买一下旅游嘛 他们的人均消费也会高一些 那说说吧 过去这一两年里头 你所看到的这个入境游的收入 是怎么样减少的一个方法呢 如果你是说那个疫情之前的话 我们就拿2019年的那个数据来看 那时候我们的国际旅游 国际旅游的那个人数是2610万人次 然后他们总共在我国消费了 861亿令吉 就等于说是每一个人平均消费 在我国消费3300令吉 然后在2020年 其实那个国际旅客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1月到3月里面进入我国 因为3月之后不是我国的疫情比较糟糕 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国家那边疫情 有就是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就减少了很多 然后我们看到整个2020年呢 就是国际旅客的消费 在我国只有127亿 所以总共是减少了734亿令吉 它是蛮多的 但是但是但是因为每一个每一个人 你把127亿令吉除以443万的那个旅客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的消费也是大概3000块 所以这个这个数目是一个平均值的 我们每损失一个一个旅客的话 一个国际旅客 其实等于我们我们的那个国 就是在我们国内的市场的资金 就减少了3000大约3000令吉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还是挺惊人的 因为它的确可以为我们经济 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提升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旅游泡泡吧 因为现在政府就开放了嘛 就是可以跨州啊 然后有这个旅游泡泡 那其实Kelvin你怎么看这个 可以跨州的这个旅游泡泡 可以带给我们各州属 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刺激吗 其实其实你说旅游泡泡的话 现在我们已经开放了嘛 就没有所谓的那个旅游泡泡了 嗯 但是之前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试点项目 就在兰卡V那一边 兰卡V那一边 他们就做了一个国内的旅游泡泡 那我觉得政府的做这个旅游泡泡的目的呢 其实是要试探一下 就是两样东西 就是要考验那个SOP 就是标准作为程序的那个有效性 还有要检视那个疫苗的功效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疫苗的接种疫苗 是非常的重要 能大大的减低那个死亡跟重症的病例 但是你要去就是要去试看嘛 如果我是允许一个就是已经完整的接种了疫苗的人 去到一个地方 他会不会再引发感染去 所以就在那个 兰卡V那边做一个试点的项目 为什么说其实它是一个准备要开放给国际旅客进来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接种率是 我们都知道接种率达到90%的时候 我们国家就可以自由的 可以自由的跨洲嘛 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推测的 就是我们大约可以知道几时达到90% 政府拥有的数据应该更为准确 但为什么要在这个开放跨洲之前 还是要硬硬推动一个试点项目 就是一个国内的旅游泡泡 其实就是要做这个实验 因为当我们在推这个旅游泡泡的时候 其实很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 他们都在看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旅游泡泡的表现 然后旅游泡泡其实就是 就是到时候是要国与国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能进行的 就是那个出发国那边 他们要看那个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 能够有一个完善的那个SOP 然后他们能不能放心的去跟我们国家签署一个协议 就是要可以让他的国人跟我国 就是来我国是免签制的 免强制隔离的一个旅行 因为为什么免强制隔离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看回我们国家的那个旅客数据 我们国家就是入境的旅客 其实那个平均待在我国的时间大概是5到8天 有一些到9或10天那个平均值 所以如果有那个需要入境隔离的话 其实他是会大大减低那个旅游的欲望 没错 他跟商务的那个 因为商务目的入境的不一样 因为商务你可以在隔离中心还是那里 还是进行你的工作 但是旅游我就是 请了假然后要在其他地方去消费去享受 所以就是要有 就是要做这个旅游泡泡一个主要的目的 是 那当然这个国外入境游的这个部分 预计是今年年底才会开放了 还是等待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宣布 不过说回现在开放了让本地的马来西亚人 去在国内旅游 你觉得这会怎么样帮助马来西亚的旅游业 或甚至是要多长的时间 才能够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准呢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收入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 其实旅游业 我在提一样东西 就是旅游业它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种财富在分配 就是因为你旅游是肯定会花钱的 然后那个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地方 其实就在那种大城市 所以你从一个大城市去一个可能小地方 或者是乡区那边去花钱的话 那地方上就会有更多的收入 所以那个钱就会从那个 就是财富比较多的人士手中 流去那个地方 或者是我们说的小市民的手中 所以它是有助于让这个 让这个经济 在小地方的经济活跃起来的 然后再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这个医疗旅游 也是非常非常的盛名的 那其实基本上这个医疗旅游 带给我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幅度 其实是大不大呢 就是平均每一年的话 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跟我们分享 大概可以净资多少呢 其实每一年的那个医疗旅游业 其实都是在增长的 然后我们国家是在1997年的时候 那个金融公报之后 因为要多元化我们国家收入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医疗旅游 这个行业是可以推动的 所以我们就推 我们占有什么优势呢 因为我们的医疗 如果你看那个在国际间 或者在区域间 我们的那个医疗的备用 并不算太高 但是我们的专业程度是蛮高的 因为我们很多医生都是外国留学回来 或者是外国行医 然后把那个外国技术带回来 所以很多周边的国家 都会选择来马来西亚 就是进行这个医疗保健 如果是看2019年的话 其实我国是有迎来 130万的那个医疗保健的旅客 但是这个130万不完全是 所有的就是完全主要目的是 为了要来自己进行那个医疗保健活动的 因为这个数据呢 它是怎么算的 它是那种 只要你持有外国的passport 然后你在我国进行医疗 医疗相关的消费 它就算在这里面 所以那种商务的目的 还是移工或者是no expect 他们都包括在这数据里面 但是但是就是这个130万人呢 其实在2019年是带来17亿令吉的收入 但是现在是因为疫情而停滞 今年他们预测的那个收益 大概是5亿的那个外汇收入 所以是减少了12亿 今天非常感谢Kelvin给我们带来 那么多的资讯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流液 赶快蓬勃起来 政府能够可以制定更好的这些SOP 让外国游客也来到马来西亚 更重要的是 不管是让外国游客 还是本地人民 都有这方面的信心 对 这非常重要 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Kelvin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先进段资讯稍回来 还有我们更精彩的节目内容 别走开 欢迎回到《活力加油站》 今天的健康好主义呢 我们请来马来西亚的素食老师 她是林婉军老师 叫我们烹饪这一道料理 老师 你好 好 俊川你好 今天我们要烹饪这道料理呢 叫做素辣子雪鱼 对的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 需要的这些材料包括哪一些 好 我们首先要用到的就是这个素血鱼 因为我们就先放下去炸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张 要赶快放下去炸一炸 对 那另外再来看其他的需要的材料 包括哪一些呢 好 我们会用到的就是这个辣椒糊 还有这个甜姜 还有这个照烧姜 或者是如果说英文的话叫 对的 还有这个是黄糖 还有勺洗的圆 是的 还有这个是 切了块状的番茄 对 我们已经是事前跟它切好了 是 还有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风干叶 风干叶 我们也是跟它切的 一丝丝这样子 这个都在外头容易买得到 可以的 还有这个呢 这个就是姜花 我们也是跟它切 跟它切一丝丝的 对 好 我们这个要跟它稍微转一下 在炸这个粟鱼的时候 老师 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 不要太高温 对 我们稍微这样炸一下 有金黄色就可以了 好 那至于其他的材料呢 这一边都是我们的装饰用的 对的 对吧 是的 我们有这个茄子 这个是长豆吗 对的 长豆 还有秋葵 还有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装饰的 要装饰的 还有萝卜丝 对 还有黄瓜片 另外还有柠檬之类的 这些是用来装饰的 对的 好了 那这个粟鱼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老师 因为它都是采用这个大豆来制成的 所以它没有添加很多加工的防腐剂 所以大家通常都可以 在一般的那棵塑料店都可以买得到的 所以都很方便的 大豆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 而且提供很多营养 对吧 是的 好了 你看我们就这样炸 它都已经完成了 就是金黄色就好了 对 不需要炸太久 是的 因为我们也要提倡健康饮食 好 现在我们这边的油我们有多余的 白蝎油 倒出来 我们要跟它伸上来 好 这个帮忙你移开一下 好的 好 因为这个油也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要跟它 我们要留一些这个油 因为稍后要煮这个酱料 是的 首先为大家示范就是素辣子鱼 对的 会不会很辣呢 不会的 它是微微辣罢了 微辣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加一些那个甜酱 那个番茄酱 那如果说喜欢吃辣的朋友 不妨也可以考虑煮辣一些 我们就可以加多一些 好 这个就好了 好 那么现在首先 需要这个吗 要 好 首先我们就事前 已经有搅拌好的这个 把它处理好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 里头有哪一些材料 这个就是纯 只是那个辣椒干 所以有时候观众 如果你们没有这些现成的 也是可以去外面的市场买的 好 现在都很方便 这个步骤我们先放下这个 是的 好 我们就这样稍微炒它 再来 好了 我们就放这个甜酱下来 这个番茄酱 好 我们就放下来 再来就有这个 还有的 我们就跟它 这个番茄酱 好 对的 好 我们就这边炒炒到它 它颜色都很漂亮了 接着我们这边有一大匙的 好 我可以想象它的味道应该有点辣 有点甜 是的 再来这一个也是甜的吧 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风干叶 风干叶我们放下来爆香它 还有我们现在就放了这个黄糖 这个黄糖 这个黄糖 老师刚刚也跟我提到说 就尽量少吃这个白糖 好 这边有一小时的圆 我们要给它提味 好 好 那它颜色都很漂亮 最后才倒入这个吗 是的 我们这个 番茄 我们番茄就放下来 还有姜花 那么这个姜花 我们就放少洗 因为我们要留着一半 等一下我们上面要做一个摆设 这样子 所以这道呢 记得我们煮的时候 我们不要加水 不需要加水 是 它的味道它都有带鲜甜 因为我们刚刚也是有加的那个照烧酱 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它都是很好的 因为它都是纯天然的嘛 是 它成分有那个椰子糖 椰子水 所以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防腐剂 所以对我们 我们吃的对我们身体也是很有营养价值的 好了 你看 它的这个辣椒酱 这样子就煮好了 那在准备这个辣椒酱的时候 有哪一些步骤是要特别留意的吗 就是我们在煮的时候 就是刚刚我们讲 我们这个番茄 我们已经确定了 我们最后才加 我们不要马上加 因为等一下我们这样炒的时候 怕会炒到它 太过粗 不 它的层次感就没有这样美了 所以我们最后才加下去 我已经嗅到香味了 所以你看那个颜色 颜色都很漂亮 是的 对 好 这时候我们也来看看 我们今天所需的一些材料 跟我们做法的这些步骤 我们来看看 谢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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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半成品 为什么说是半成品呢 因为我们还有装饰的部分 还没完成 老师 我们接下来装饰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装饰 所以这个装饰 大家在家里可以随意 是的 按照自己的喜爱 是的 不过这边我们看到 姜花其实有很多的营养价值 可以健脾消失 还有去风散弹 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失眠等等 非常多的好处 好 我们就稍微做一点摆饰这样子 是 看了也开心 吃了好像 好像在五星级酒店吃一样 对不对 好像看九楼吃 人以食为天嘛 所以大家这些都可以随意的 就按照自己的创意 是的 如果像我一样 如果懒惰的话呢 就可以免了这个步骤 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吃了 是 他不会说很辣的 微辣的 而且这个是一个素食 相对的也算是健康一些 然后也要说一说 这个我们的素鱼 其实是用大豆制成 大豆也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 包括说可以降胆固醇 预防便秘 增强饱腹感 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这是在我们这时期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在谈如何提高免疫力等等 老师 好用心 所以我们说一道美食 色香味俱全也是很重要 色香味俱全 所以大家如果学习的 可以 不妨在家里煮 这就是我们今天老师 我们介绍的一个叫做 素辣子雪鱼 大家在家不妨可以试一下的 那这里其实也要跟你讲一讲 就是我们下个星期 到底有哪一些主题是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们最近都一直在谈 关病的患者之后都会有长期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肺部受损 还有就是患肾病等等 下个星期下午两点 我们将会谈就是 关病康复者要小心肌肉萎缩 因为可能我们酒窝这个病床 很少运动等等的 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萎缩了 另外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8FM 芽芽侯敬伞 有Royce跟Angeline 保证你精神饱满 开始你的每一天 8FM 听好音乐 过好生活 稍后我们将会有 哇 活力好购物 你当初是怎么样入行 想要当美发师的 政府有的开放给大家学头发 家里经济又不是很好 申请这个学院然后进去读 留宿学院 麻烦人就是男女分胎 当兵这样的感觉 家里还有点经济能力 我就会要求家里就讲 希望你可以给我去读私人学院 就是出来KL 读一些私人学院academy 你们在搭配头发的时候 都会注意一些什么 第一个就是看你的脸型 第二再看你的装扮 第三会不会看你有没有化妆 然后也会再问你做什么行业 一句话可以让你马上发飙的话 是什么话 首先会有表情 然后从头看到你 然后就会讲 你是Liting Stylist 是不是我是Liting Stylist 你会剪吗 然后我就 我会啊 我会剪啊 只要你相信我 我帮你剪肯定是美的 我帮你剪刀 你会剪的 你尝试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